健康体拍齐来动 一起松下肝骨啦 医生啊你好 其实我们常听到有人患肩周炎 肩周炎的成因是怎样的呢 肩周炎又叫做五十肩和冷冻肩 有五十岁的人士比较好发 多数是因为我们的长期劳损 导致我们的肩关节粘连而引起 会有一些动作我们会受限的 就是我们打不开手 住不开 又或者我们插不到腰 这些都是肩周炎的症状 曾医生啊如果我们患肩周炎呢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穴位按压去舒缓 那我们的穴位按压是我们手部的位置 那我们的穴肩穴就是我们的手 尺白绿制之间 再上一点的位置 这里就是我们的穴肩穴 那我们也是打圈 那这个就针对我们如果是肩前面这个位置痛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摸到一个调缩状的压痛点 另外三甘月就是我们的第二长期关节的位置 下一点的粒陷柱 对于我们肩的外側这个位置有疼痛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三甘月 另外就是我们的肩后面疼痛了 那我们就可以按我们的后溪月 后溪月就是我们的尾指去到尾端的位置 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大圈 也是大圈就按了 那对于我们肩后側疼痛的话就有帮助了 那肩周炎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肩关节的一个黏练引起 那现在教大家做一个动作 那我们的手可以扶墙或者扶椅和桌都没问题的 那我们的脚就是前后脚 接着我们这个运动就叫做钟摆运动 那我们的手就千万不要这样摇 我们不是要这样摇的 那我们是用身体去带动的 透过一个惯性和重力 令到我们的肩关节胸做一个牵引的 那左右摇 前后摇 那我们每一天就可以做到15分钟的 每次可以5分钟5分钟这样做 做2到3次 那一天做15分钟 那有助改善我们肩周炎的情况 那另外呢 第二个运动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爬场 那我们手是打横 然后慢慢向上这样爬 那爬到你觉得痛的位置 那你就定住它5至10秒 接着就放下来再继续做 那每天这样爬场可以做它5分钟 定住它再继续做 今集我们很多谢曾医生为我们讲解 关于肩颈疼痛的一些舒缓方法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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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